中国作为近年来发展速度无比迅猛的发展中国家 麾下的空军与海军部队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 不仅拥有国产航母 同时也装备了歼25代引申战斗机 可是随着印度不断搞事情 也让班公湖地区陷入了紧张之中 要知道班公湖在中国境内的面积为413平方公里 而印度控制的国家 科什米尔地区占据191平方公里 目前印度空军装备的最新战斗机为阵风 那么该战机与中国的歼11B相比 究竟谁才是班公湖的王者 或者说哪一款战机可以称雄 根据了解 阵风战机作为法国达索公司研发的双发四代半战机 于1986年进行首飞 搭载两台M882涡扇发动机 最高飞行速度为1.8马赫 最大航程为3700公里 拥有14个导弹外挂点 能够挂载米卡系列空空导弹 然而中国的歼11B作为一款超音速重型三代战斗机 搭载两台涡扇10发动机 最高飞行速度可能在2.35马赫 最大航程大约在3700公里 载弹量可能在8吨左右 此外歼11B还拥有10个导弹外挂点 可以挂载霹雳系列多款导弹 从电子雷达方面来看 阵风搭载了AESA相控阵雷达 这款雷达拥有低雷达解面积目标截获能力 甚至可以提供分辨率达到1米的合成孔径雷达镜像 而中国的歼11B可能更换了全新的相控阵雷达 但是这一消息还需要进一步证实 如果属实意味着歼11B的航电系统 丝毫不弱于印度的阵风战机 此外从动力表现上来看 阵风搭载的M882涡扇发动机 加力推力仅有75000牛左右 远不如不开加力的涡扇10发动机 也就意味着如果双方进行空中博弈 那么歼11B完全可以凭借发动机的优势 来占据最佳攻击位置 再从武器装备上来看 中国歼11B如果搭载霹雳系列导弹之后 印度阵风战机所搭载的米卡系列 未必是霹雳的对手 毕竟就连美国都十分忌惮中国的霹雳导弹 当然上述只是外界从数据和性能方面出发 推测歼11B与阵风战机比拼后的结果 可是中国与印度并不会真正发生空中对抗事件 而且从分析上来看 歼11B如果没有更换新型雷达 那么在航电系统方面或许要弱于阵风 但是其他方面或许略胜一筹 当然任何先进的武器装备 均是以人为本 即便印度装备五代隐身战机 如果飞行员的驾驶技术不过关 那么一切终究为零 因此可以说 歼11B与阵风战机 究竟谁才是班公湖上的王者 或许飞行员才是制胜的关键与法宝 而印度飞行员 常年以衰机而闻名 如何能与中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相提并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